自2020年10月10日起 港澳居民可在内地申请 换发补发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勤证 我的证件过气了 飞机高铁都做不了 可是我过两天还要去外地出差 好仇人啊 我的证件不小心丢了 现在银行卡也办不了 这可怎么办呢 天哪 我的证件被你弄成这个样子 肯定没办法用了 不必新疆 不必着急 公安出入境小姐姐教你如何办理 第一步 您可以先查询 离您最近的出入境受理大厅的位置 在国家营营管理局官网上 有各个受理点的详细信息 可供您参考 第二步 换发补发需要准备哪些申请材料呢 我先来为您解释一下 换发和补发的区别 如果您的证件有较期 不足六个月或者过期 或者身份信息变更了 您需要申请的是换发证件 如果您的证件遗失 损毁或被盗 您需要申请的是补发证件 换发补发证件 需要您本人携带有效的香港澳门居民身份证 前往出入境受理大厅办理 如果是换发证件 还需要提交现持用的证件 小天使来了 如果您未满18周岁 请您的监护人一起来办吧 记得带好您的身份证明和监护关系证明哦 如果您未满11周岁 还没办理香港居民身份证 或者您的香港居民身份证上没有照片 记得带着回港证 或者签证身份书 如果您因为生病等原因 不能本人前往 想委托别人帮您办理 记得携带您的病情等相应证明 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件 第三步 前往出入境受理大厅 请您完整准确的填写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申请表 粘贴符合规定要求的照片 记得在申请表下方勾选您的取证方式哦 您可以选择去出入境受理大厅取证 也可以选择通过油气方式领取 如果申请补发证件 请在申请表上填写遗失声明 完成受理后 窗口会给您一张受理回职 凭受理回职和本人身份证件 就能领到新的证件 通常七个工作日内就可以拿到证件啦 这么快就领到新证了 不用来回跑 还能游递上门 简直太方便了 为了您更便利 我们会更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